等一下,ok,到哪里呢?到这一点追踪过来 到下面这一点,往上追踪 有没有,也有我双追点出现在 点一下 好,那这样子的话呢,我们再标注一下,标注,因为水平用线性 从这一点到这一点,现在的 长度 多少 54.64,那是我们要的吗? 当然不是啊,我们要把它改为90 所以要怎么样把它改为90呢? 前面有讲过,类似的题目,比例 选取物件,把这些通通选取起来,按空白键 接下来寄存点,我们就用左下这一点好了,这一点把它点一下 然后呢,我们用R参考一下,REnter 第一个他会问你说,你的参考角度是你现在要变更的那个,变更的长度 为多少,那从这边到这边 这两个端点选一下 那新的长度为多少呢?新的长度就输入90 Enter 各位可以看一下,有没有 他本来不是90的,那就变90了 那利用这样的方式,圆 是他要的 有没有,五个圆 而且一定会切 这一个矩形的边边 所以这边,那底部的话呢是90 OK,那就完成这一题 所以这里的话,想各位试试看 主要特别注意就是,你先画一个半径为10的 主要是 然后这边的话,镜射一下 那画 矩形特别注意是双追点 先追这一点,再追这一点 那这边就出来了 OK 我把画面还给各位一下 那再用比例的方式来做 那比例,其实你原来那个比例非常好用 尤其你画一个图,你不知道他的大小没关系 你就先画出来 再来重新比例设定一下 或者是说呢,你将来你这个图画完,画很大没关系 你将来要放在一个小小的地方 你可以把它怎么样呢 缩小之后再放进去就好了 所以这个缩放的比例呢 都可以随心所欲 那因为AutoCase是项链图 你放大缩小 你即便放的很大 他也不会有锯齿状 因为他不是点正图